美印喜马拉雅军演 印度游走在大国之间 自以为是香波波 其实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卢中成 欢迎来到中成talk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美印即将在喜马拉雅地区 开展联合军演 自我优越管爆棚的印度 其实正在慢慢滑向危险的边缘 据外媒报道 今年10月 美国和印度将在喜马拉雅山地区 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国际舆论热议 一边大量进口俄罗斯的打折石油 以大国口吻回击西方的批评 一边又取消俄罗斯军购订单 同美国按送丘波 这种投机做法 还真让外界对印度刮目相看 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印度可以说是转足了眼球 在西方对俄罗斯进行全面制裁 拉拢中国又遭失败的时候 作为世界上第五大经济体 印度自然也成为被拉拢的重要对象 不出意外 乌克兰战事大局已定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西方自然不会放弃 继续利用印度的机会 开始联合印度 把矛头瞄准了中国 而这也是印度喜闻乐见的 一直以来 在与中国的博弈中 印度没占到过便宜 尤其是在2020年 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冲突中 两国关系更是降到了冰点 虽然那之后 中印关系逐渐有了缓和的迹象 但在边界问题 还没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 中国国力的高速发展 肯定被印度看成是 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于是趁着自己 还有一定的话语权 印度可能觉得 有必要联合美国 对中国进行捣乱 这既符合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 又让印度政府转足了面子 于是美印两国便一拍即合 立马行动了 但印度他不会明白 他这种自以为是的 相拨拨心理 总想赚便宜的做法 其实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祸根之一 越来越向美国靠拢 不仅会影响到中印之间的关系 更会令俄印之间关系心生嫌隙 印度对俄罗斯的做法 如果用一个成语来形容的话 就是两面三刀 现在俄罗斯已经开始对印度的做法表示不满了 近日俄罗斯石油公司就搁置了 与印度石油公司签署新的原油贸易协议 换句话说 就是印度还想继续获得俄罗斯的廉价石油 恐怕没那么容易了 现在印度又联合美国进行军演 表面上是针对中国 实际上对俄罗斯也是百害而无一例的 俄罗斯不能阻止 但不代表接下来俄罗斯不会采取措施来对印度进行警告 其实美国利用对付中国的机会离间俄印 一石二鸟 这一招还确实是高啊 祸根之二 美印联合军演给印度壮了胆 如果印度盲目自大 接下来有可能会在中印边境谈判问题上再一次狮子大开口 未来中印边境的局势很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紧张 中印重现军事冲突不是不可能的 但以印度现在的军力以及它的边境基建情况来看 与中国爆发边境冲突无异于以卵即施 更要命的是美国只负责背后攻火 它并不会主动卷进来 到时候印度除了被动挨打的份儿 不知道它还有什么底气来对抗中国 祸根之三 美印现在能越走越近 只是因为印度的发展还没有对美国造成威胁 但印度的大国梦注定了它将不择手段快速发展 早晚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 一旦美国感受到来自印度的威胁 利益至上的美国将会把对印度的拉拢转变为打压 到那时印度由于已经疏远了同中俄的关系 它还能独立躲过美国一轮又一轮的制裁吗 因此表面上看 现在的印度是春风得意 占尽了便宜 但它现在捅俄罗斯刀子 又同美国联合军演围堵中国 这一切都是给自己埋下了祸根 未来终将自食恶果 悔不当初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